古代屠城几乎无人心存,老百姓为何不跑,也不反抗呢? 其实,所谓的屠城并不是依次性把全城的人都杀光, 而是一种有计划,有步骤的灭绝行动, 它会一步步摧毁人的精神和肉体。 这种屠城的方式比林池还要恐怖百倍, 以扬州时日为例, 兴君攻破扬州后并没有直接屠城, 而是对百姓说,你们可以用钱买命, 百姓们信以为真, 一个个主动将家中的财宝准备好, 等着军爷来收取, 清军的将领也不急, 他先是把扬州的地形摸透, 命人将各个出城口牢牢守住, 不允许任何人出城, 然后再将整个城市划分成不同的区域, 高级士兵去服务区, 店底的士兵去贫民窟, 一切安排妥当, 屠城裁算正式开始, 第一天,清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夺财, 他们挨家挨户拿走各家准备的财物, 即使是穷人给的钱极其的少, 这些收钱的士兵们也不会说什么, 百姓们一看这群人如此讲信用, 给了钱就走, 心里只喊老天爷保佑, 本以为交完钱就算没事了, 没想到第二天清兵又来了, 这次他们没在和颜悦色, 而是直接抢劫还将刀架在脖子上, 逼百姓们交出财物, 原来这些人是看到自己收的财富不及别人, 于是恼羞成目, 决定以杀人来威胁百姓, 遇到抵抗的就一律斩杀, 第三天, 城中以横尸遍野, 直到这时候, 百姓们才发觉自己被骗了, 这群清兵就是恶鬼, 第一天只是试探, 看到扬州百姓如此听话, 他们便开始烧杀抢掠, 见人就砍, 彻底失去了人性, 后面的几日, 整个扬州城就是一片炼狱, 大街小巷哀嚎不断, 最惨的便是女人, 受尽领补之后依旧没法活命, 老人小孩在这些士兵眼里都是大白菜, 一刀一个毫不受乱, 终于熬到了第六天, 这群清兵也许是累了, 竟然张贴出图城结束的告示, 说要安置幸存百姓, 走投无路的百姓们又信了, 他们迟疑地走出藏身之地, 全部聚集在一起, 他们以为新生活真的到来了, 然而迎接他们的依旧是清兵的刀剑, 原来这又是一个局, 手无寸铁的百姓就是带载的小羊羔, 躲起来又怎么样, 这群恶狼有一百个找出他们的办法, 躲到哪里都是无济于事的, 十天之后, 清兵将领终于下令封刀, 此时的扬州城已是血流成河, 浮尸百万, 宛如十八层猎狱, 现在大家明白, 古代百姓为啥不反抗了吧, 这样恐怖的图城方式, 就算是现代人穿越回去, 也是无能为力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